《加拿大風情》主持 加拿大華人企業家陳若去Pius 資深理財顧問宋浩輝 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聽《加拿大風情》 今天我們四位主持就是我Pius Herman 戴着耳機 Jacky 戴着耳機 還有Norman 我們的財經顧問 沒有戴着耳機 但又戴着耳機 今天我們先說一下《加拿大頭條新聞》 《頭條新聞》可能沒什麼香港的朋友特別喜歡聽 因為對香港的朋友沒有什麼刺激感 但我講過可能對加拿大人有一點刺激感 因為全部都不是太好的消息 第一樣就是有一個報道 就是加拿大的人 申請破產的人數 每年 遞增 香港今年是增加了11%的 其中主要的估計 為什麼會多這麼多人出問題呢 另外就是房市的波動 就是買樓的價錢又上升又下 炒到這麼高 突然又跌一跌 這些都是有影響的 為什麼有這些影響呢 或者我給大家更多一些數據 第一就是通膨膨脹高企 導致生活開始大增 接著有些人是靠開聯邦政府給疫情的補貼 那些人代了錢就當正自己的收入 就沒有想過 突然間政府吸收了這些收入之後怎麼辦呢 有些朋友可能花大了 這樣的情況已經導致加拿大消費者的債務負擔 就一直一直增加 那麼很多人呢 就是突然爆破的時候就發覺 咦 不行啊 我現在債務高期 這樣還不到 那我就要申請破產 那麼 破產的個案在今年年度 第二季 就超過兩百六千宗 比去年同期 就涉升了11% 那麼我們加拿大原來有一個叫做 Office of Superintendent of Bankruptcy 就是中文的翻譯 就是加拿大破產監管辦公室 那麼他們最新發表的統計 就在第二季度 就增加了10% 所以這些是政府的數據 沒有錯的 那麼說一說 原來 Ontario 安大陸省的 居民申請破產 是升得比我們全國的平均高很多 他們升了16.5% 那麼可能 我覺得 Ontario那邊 可能打工仔的比例比較多 在溫哥華東岸 溫哥華西岸那邊 可能有些朋友 移民過來 因為天氣好 帶來 找工作那麼辛苦 可以在這裡 退休自成 以前 是的 花了以前 在他們賺的錢 所以這些對他們的影響 比較低了 說一說 Ontario貨產的個案 是8800宗 只是一個省 給聯同意 增加了10.5% 是 亦較第一季 第2季 第1季 是12.8% 都是比我們全國的平均11% 都是高了 多倫多市裏面 也有3500宗 較去年同期增加了12% 所以 其實 貨產人多了 是不是 代表經濟差了 稍後問問 Norman 知道嗎 在這個情況之下 其中一個原因 是 所有人 已經差不多回復正常的日常生活 例如 外出吃飯又多了 其他消費又多了 通脹 因為疫情之下 回復之後 增加了很多 我們前陣子都說過 叉燒飯指數 由10元升到14元 這樣 在這個情況之下 你的花費又多了 另外有一個政府研究中心 叫加拿大另類政策研究中心 叫CCPA 有些經濟學家 為什麼解釋 房價波動 如何導致破產 他說原來房價高企的時候 基於房價按揭的貸款的比例 如果你是 賣不到錢 但是你家的 equity 本身的 價值在裡面 還要是高 所以到時候 賣樓的時候 你拿回那些錢 就可以來還債 但是當房價下跌 那時候 你賣了一些房子 你賣了出來之後 剩下的錢 就很少 可能都 資不抵債 就變了 所以 很多人打算 用房子 可以 房價高企時 再 儀態 再 重新貸款 借錢 可以先洗 結果這些不成功 他就逼到埋身 賣樓都不行 就要申請 這個是 最近的報導 第二個新聞 其實跟這個也有類似的關係 他就說 又是高通脹 令到加拿大人的消費習慣要全部改變 首先是 推遲置業 就是你不夠錢 儲不夠錢 就很難買到樓 第二就是 生育押後 本來想著生小孩 想想 這麼貴 我養不起 不如就 雜事保生 先拖一拖一次 第三就是 年紀長的人 就押後退休了 因為想著 我剩下的錢 其實都未必養得過世 不如做多幾年 再算多些錢 變了很多人 本來是可以退休的 如果是 生活指數沒有增加 如果增加了那麼多 他們想著 賺多幾年 甚至是一路做下去 做到做不到 為止 才想退休 另外 很多年輕的朋友 本來到差不多年齡的時候 自立能力的時候 就離開家住 現在這幫人 在外面住 賣不起 貴租 吃東西又貴 豬小女人 就全部留在家 跟著父母繼續輸 這些全部都推遲了 這就是最近 因為高通脹 就改變了加拿大的生活習慣 以及消費習慣 都會慢慢改變 因為外面吃飯 貴了那麼多 很多人就不如 叫外賣回家 或者在家裡自己住 就是這樣的情況 現在食物和雜貨的價錢 就越來越上漲 所以這個也是 造成有些家庭 例如你有三個小孩 而小孩剛剛發育期間 但是他還沒做事 沒有生產能力 吃東西又貴了 他們越來越吃得多 導致你家庭的家庭 叫外賣回家庭 即可靜下的 收入就少了很多 例如以前 我們 儲六個月 我們可以整家人去旅行 不記得 因為 因為剩下的錢 都要給小孩吃光 自己的東西都貴了 吃光 他就說 很多時候 有些甲生階層 就叫 三文治時代 有一個甲層 除了要養下的小孩 小孩未自立 有時候還要給錢 上一輩 例如有些人習慣了 每個月給家用 年用錢 給爸爸媽媽 在這種情況下 當你 高通帳 變成沒有那麼多錢 去照顧 有上有下 變成下面那些 會不會 不要去學 唱歌琴 不要去補習班 上面那些就是 以前我每個星期 帶你出去喝茶 可不可以不要喝茶 然後我那些生育金 以前給500 可以給400 可以給300 因為現在 各樣的消費都高了 還有 生育年齡 就越來越遲 他說過去50年 第一次生育年齡 一直平穩上升 在1969年的時候 是22.6歲 就生孩子 到2019年 就已經變成29.4歲 我問一下 Jacky你生第一個小孩 是多少歲 30歲 或者你所知道的 所知道的 第一個小孩 是33 33 我知道 知道的就是30歲 我老婆的時候 剛好20歲左右 生生的小孩 所以 你這麼豐富 30歲 娶她20歲 差不多 就這麼多了 就這麼多了 OK的 OK的 Herman 你是第一個 我幾歲 36 已經 36 Norman呢 我想我40歲,因為我本來沒有想到有小朋友,但後來才有什麼 意外 也不是意外,但如果我走就極到意外 如果我先走,我去哪裏要去,所以我明白 Pilus呢,Pilus呢 其實我給你們全部快一點,30歲的時候有小孩 計劃了,意外的?全部都是意外,永遠都是意外 永遠都是意外 不需要計劃的,因為要來就來,要走就走 看完睡了 知道的就是 隨意而安,有得來就歡喜,有得來也不會不高興 真是好,佛系 大家都沒有後悔,因為我生了 沒有,一定沒有 我小孩不斷讀高幾班,早點出來找東西不用學養 我就聰明一點,我叫他聽這個節目,讓他自己知道 是的,中文漏理 好的 我那個給他聽,也不會聽 不是說笑 我小孩不是怎樣聽中文 基本上,所以大家就沒有想著這麼理想 就是說,這些人來到這裡學習習中文 讓他們以後都傳承中國文化 這些是你的心願 過多幾代 過多幾代 他懂得寫自己的名字,也會撿贏 真的,不是開玩笑 他寫到名字,也會像字 他那些不信,我不用去跟 只不過像字形,像形文字也會殺 通常我考慮小孩是怎樣的 很簡單 有問他 你知不知道爺爺阿媽的中文名字是什麼 基本上十有九個字 肯定不知道 一定不知道 鄉文,你回去問一下 沒有呀,我只記得 爸爸 但當時又問 如果你想想這些都不知道 你怎樣傳承 你將來上一輩的東西什麼都不知道 是的 真的要考慮小孩 那你的大兒子耳兒子可以嗎? 大兒子耳兒子懂嗎? 懂得說,不懂寫 即是不懂爸爸的名字 應該不會 但是江柱外科的名字 他們完全沒有問題 他們去餐館叫東西吃 看中文的菜牌 他們可以叫東西 如果突然問他們 江柱外科店寫出來,他們寫不出來 因為他們不會需要運用 即是功能的中文 即是看餐館叫東西吃 非常膚淺的中文 說得好像 深一點 去北京飯店 什麼膚仔廢片 我大姐喜歡吃 所以她懂得吃 那些中文 Norman出聲 皺了眉頭 沉思 一來眼睡 她說 她說當初還是決定錯了 早點生 不需要現在 這麼淘汰 賣了很多錢 不要緊 現在說第三個消息 也是特別不好的訊息 原來溫哥說 全加拿大的生活指數是最高的 其中為什麼會這麼高呢? 就是因為居住的租金成本非常高 她的租金是全加拿大最高的 有一個租房的網站在8月份的報告 基本上提供了一些對租客相對比較友好的城市 就是租金低一點 設施好一點 她說溫哥華一個房間的單位租金 平均是2500元 價位是全國最高的 跟我們溫哥華周邊有些遠一點的城市 比 Langry Langry 比溫哥華便宜780元 即是一千多元租金 Suri 平均是1740元 Cocotlin 平均是2000元左右 所以如果香港來的朋友 想到那個時候 就說 我住溫哥華 以為是溫哥華 基本上就是 只可以住溫哥華 其實不是的 因為我們大溫地區 是有很多城市連在一起 就是溫哥華 但是周邊城市 可能十多分鐘一個 就是柳奪街 就去到另一個城市 我們有Bernerby 有列治民 有Suri 有北溫 西溫 諸如此類 還有有一個 是Norman非常喜愛住的 Towars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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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屬於Del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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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不塞車 是非常好的地方 好像我平常 見客才出來的 就是秘密 沒什麼所謂 可以約客時間 就一些空間 就是要走東方 其實不用 其實基本上 是25分鐘 我已經出到行王酒樓 基本上不塞車 不塞車 就算你很塞車 我可以走NHUVLINK 你要兩個人才NHUVLINK 不用 不用 有電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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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個秘密 只是讓自己進入 這是你開心 就是這樣想 過了幾年 80%的車子全都是電車 HUVLINK 更猛 沒有人走正常的電車 他說會建範圍 他會建範圍 先建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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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他不建範圍會賠錢 你會建範圍先建範圍 先建範圍 問題就是 因為範圍是現屆 新民主黨政府 執政政府 是想建範圍的 但是他們反對黨的自由黨 是建範圍 以前差不多建範圍 到一半政府 就立即撒停 然後取消 又要橫平一輪 平完之後又轉政府 沒錯 現在有一個問題 一個循環 當時那件事 其實是要賴列治文市長 馬克恩導演 因為他不喜歡建範圍 所以他把這件事 就拿到國際社會 做一個環境檢測 其實是多餘的 因為已經做了 整份報告已經做出來了 變成延避了 最貴的合約是簽不到 變成你通過選項 因為那時候的選項 應該是五月份 那時候通過選項 簽不到最貴的合約 所以到最後 你就很容易解鎖到 最後來講 只是賠了 好像賠了二百多萬 給設計的部分 但是西施就不行了 西施的水壩 已經在建築了 那個如果解鎖 那個費用是罰得太厲害 所以原本 John Hogan 我們的省長 都是想取消西施 但是那個就沒有取消 幸好沒有取消 應該是今年一月的橋通車 基本上是建築了 建築大闊的範圍 是不會建得到的 基本上因為中間有一個 頂著 基本上沒有可能是一條 建築的範圍 一定有問題的 那時候已經有六十多元 所以這就是和理託的 只不過是做搶 根本是建築了 建築了 是一個天地循環的 新民主黨 賴自由黨 自由黨上台 賴新民主黨 然後再轉政黨 然後大家拘捕 那你桃花城繼續很幸福 一個與世隔絕的桃花圖 再補充一下 香港朋友可能不知道你說什麼西施 不是真是很漂亮的西施 是有英文的 西施 C ABC 西施有一個水壩 水力發電的項目 為什麼溫哥說要叫西施 遲些又要刁蟬 如果不建築 你將來的需求 電力越來越多 電車也越來越多 那到時候是一個問題 所以那個其實差點不能建築 但因為你的建築太貴了 所以逢親政府說建築的 你千萬不要相信 除非最貴的合約 你離開的合約 要罰很多錢 那一旦簽了的話 你就會犯病一點 否則你千萬不要聽任何 因為那個政府 是每四年可以活一次的 所以 最長四年應該這樣說 最長四年會一次 所以你不要聽他們說 但是接下來 會不會轉回 做BCLibro的執政 我想的可能性是五百 因為現在BCLibro就是 兩年後 不知道 對,又說轉名 讓任珠轉成怎樣 如果說 他之前 也有原因 為何被人推翻 所以說 那個有沒有做過 一個好的考慮 讓那些選民 支持他 知道他肯認錯 做好一點 現在 現在 當想著這件事 所以就不知道 但BCLibro就是 佛喜喬 如果政府 現在是NDP 的話 他就不會起 他就任由你 玩一下 玩一下 到最後什麼都起不了 看他玩了多久 所以 但是 因為現在 阿Paris也說 住房的問題 這麼昂貴 這個是比較困難 令到BCLibro贏 所以 財經BCLibro 肯砸心口 說有一個 類似香港的 新加坡 或者英國的 房屋計劃 這樣出來 這樣才可以 買回人心 否則 當時BCLibro 失策 就是因為 他到很遲 才出海外買假稅 他當時出了 又得署了自己的支持者 對於不支持他的人 又覺得 做這個也不夠 所以這個也是 導致上一次 這麼奇怪的 傾倒性 那個政黨的轉變 所以這個是 在香港來的朋友 都要留意 我們這裡 那個政黨的輪體 是會影響很多東西的 嗯 沒錯 有好有不好 民主社會 我再說 說回 Norman 就很欣賞 香港以前的房屋政策 就是蓮鐘屋 或者那些 現在不叫廉宗 叫做可負擔房屋 但是原因 就是我跟市員 或者省的人 談 就是加拿大的理念 就是 就算那些人沒有錢 你也不可以 設計它 不可以讓人一看 就知道這棟樓 是沒有錢的 他的理念 就是把那些 可負擔房屋 即是廉宗屋 就把它放進去 正常人的居屋裡 打散 混合 就是混合 即是讓那些人 就算去到那棟樓 進入的時候 你也不會覺得 它是比較窮的人 就是這個概念 所以 很難說 特別是建一堆樓 就是這些便宜樓 就是窮人住的 所以建箱就比較慘 我們休息一會 我們回去爆點料 因為剛剛有一件事 在市場 就令建箱很頭痛 一些新規例 好休息一會